最近在桃園区中山路三名路口的一处公车站牌 被民众反应站牌设置在马路上 而且还占用到公车临时停车阁 市府交通局则是表示 公车站牌是因为围墙拆迁 才会显得位置突出 目前规划会在这个月23号移除迁移 马路上民众正在公车站牌前等待公车 但细看站牌的位置似乎有点突出 甚至已经占用到公车停靠区 交通局则是做出澄清 是因为一旁的公24公园工程围墙拆迁 才会导致站牌显得突出 比照当初在设置照片上面 其实我们设置位置并没有很外側 那是现在因为公24公园开发之后 它的围墙已经准备要退缩 退缩成人形空间 所以目前看起来这边的人形通道变宽了 所以它看起来会很突兀的感觉 对比其他的公车站牌 大多都是设置在红线之后 紧接着道路边缘 不会占用到车格和行人行车空间 交通局表示 目前已经和相关单位进行会刊 会在这个礼拜日 将公车站牌进行拆除 并且往内迁移 那我们现在目前的做法是先把它尽量往路远这边靠 那我们预计礼拜天就三天之内把它移设完成 尽量不要让站牌 像让民众有感觉像站牌站在路中间那种感觉 江峰局表示 未来在公24公园工程完毕 而新道10座完成之后 江峰会把公车站牌再迁移到人行道上 以避免影响到马路行车空间 桃园有限新闻 浩轩桃园采访报道